中国著名影视娱乐明星黄晓明 近日现身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 自1998年出道以来 黄晓明参演多部电影、电视剧和娱乐节目 如中国合伙人、神雕侠侣、新上海滩、何以生肖默等 并获得多项影视大奖 此次黄晓明肩负全球大熊猫爱心大使的称号 带着熊猫哥哥泰山的祝福 来为熊猫贝贝庆祝一周岁生日 黄晓明与大熊猫到底有怎样的缘分和故事 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和他聊一聊 谢谢黄晓明在《百王之中》 接受我们的节目的采访 首先想问一下您不远万里来到华盛顿 那么这次行程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看我们的熊猫贝贝给他过生日 对 然后因为我是全球熊猫爱心大使 所以我有责任有义务来跨洋野 也要来看我们的熊猫 因为它代表着我们的爱和和平 还有友谊 那您这次专程来美国的国家动物园 为贝贝庆生 那有没有感受到美国人对熊猫的这股热情 有啊 我觉得熊猫真的好厉害啊 人气特别高 比我厉害多了 熊猫在这就是Superstar 有很多的粉丝 然后很多人特别爱他们 对 所以我觉得熊猫作为我们的大使 最合适不过了 这次飞越大半个地球 您是想传递给中美的人民 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因为熊猫代表着爱和平和友谊嘛 所以我特别希望可以我们大家更多地 去通过我们大家的宣传更多地来关注熊猫 然后来关注保护熊猫还有保护这个环境 然后也希望更多的世界人民 大家来关注和平和友谊的问题 然后也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将来努力去保护我们的大自然 那您其实和熊猫有非常多的亲密的接触的机会 那您觉得就是实际生活中的熊猫和电影 比如说像《功夫熊猫》里塑造的这种熊猫的形象 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有啊 你说我看《功夫熊猫》之后 我觉得哇非常厉害 我说这个外国人一定是经过了很多的观察 然后他们一定是在一定的范围 时间范围之内去做了很多的功课 才能把熊猫的习性在一个动画片里面表现得那么淋淋尽致 所以我觉得很多外国人可能也是因为看了熊猫 《功夫熊猫》之后才会更加喜欢我们的熊猫 对 他把熊猫的可爱的地方 憨厚的地方 和比较一些过人的性格 发挥的淋漓尽致的 特别好 所以一部好的电影作品是可以带给大家很多感官上的愉悦 并且会给大家一些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那您个人有没有比如说熊猫情节 或者是熊猫的小故事想与大家分享的 当然有啊 我在08年我们汶川地震的时候 就是收养了汶川地震后第一对生下来的熊猫的龙丰胎 后来给他们起名叫平平安安 就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然后从此之后就解下了这个熊猫起源 那一直到后来 我经常去看他们呀 然后包括他们后来成为师播会的熊猫啊 到这次我担任了熊猫全球爱心大使啊 一路以来我觉得 我都特别希望可以为我们的国宝能够做一些贡献 我曾经看到一篇报道的时候 说您觉得您和熊猫的个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特别傻 特别寒 特别呆 最重要的是特别爱吃 然后能像熊猫一样吃的事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好 那么您在刚才也说 在前段时间刚刚成为全球大熊猫爱心大使 那请问您当上大使之后感受如何 真的责任更加重了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名号压在身上 我觉得我必须要为这个身份去做点什么东西 那来美国看熊猫 并且跟美国的观众们和喜爱大熊猫的人们 去传播我们的友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是作为这件事情的开始 对 任重而道远 其实中国明星以向保护动物 向保护环境这样的主题量 像在美国的这种机会和情况其实不是非常多 那您觉得就是中国明星在社会公益方面做的怎么样 这个程度请您评价一下 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就是可能是我们这代人吧 就开始有这种强烈的意识 尤其是我从小我妈妈就教育我要做好的事情 要去保护环境 要善待老人 要帮助一些贫困的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从小我就有这个意识 那长大以后有了一定的能力之后 我更加觉得这变成了我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所以就一路以来一直希望可以多做一些慈善和公益的事情 包括这次大熊猫也是 所以中国的明星会越来越多的人 有这种意识并且投入到这个当中 对 而且会做得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